制豆拔毛怪 好美的湖啊 梳洗下羽毛 哎 你们好啊 习惯 我是一只美丽优雅的丹顶鹤 出道跪地 想要梳洗一下羽毛 都去哪儿了 哎 你好 好多天都没有看到鸟儿出现了 是啊 鸟儿少了游客也不来了 啊 该不会又有盗猎者吧 你们保护区的义工们不是才发现一个盗猎者 救出了虎妞的女儿吗 难不成 我不放心 想去查一查 好 叫上熊大熊儿一起去 现在就行动 要小心啊 强哥 一只鸟都没有啊 如果是盗猎者抓了这么多鸟 应该会有很大动静啊 咱们不可能不知道啊 哎 哎 到了 哎呀 风轻气爽好舒服呀 嘘 小点事儿 咱们先观察一下 以防有盗猎者 周围并没有盗猎者的脚印 有个毛茹茹的东西 从岸角边跑过去了 在哪儿 啊 在那儿 这 草丛会动 这 这啥呀 救命呀 这到底是 还有一只 过来啦 修大 害怕 躲在我后面 俺们是熊 别怕 好大一只 要不 我们先撤吧 不行 说不定就是他们下走的小鸟 咱们必须弄明白 赵琳 来 站住 那要看看 你是什么怪物 这是个什么 看起来 不像是怪物啊 赵琳 嗯 别太近了 你是 哎 不好意思啊 下手中了 还以为你是怪物 对不起啊 大笨 我叫大俊 不叫大笨 你为什么要吓唬我们呀 我 我是迫不得已 才躲到草丛里的 没想吓唬你们 别拍啊 我现在不在状态 这么漂亮的鸟 在别处可看不到啊 大俊 你为什么要躲在草丛里呢 刚才那些也是鸟吗 嗯 你们这些干什么 别紧张 我们是保护区的义工 是保护小鸟的 放心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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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了 你怎么又伪装起来了 小点声 快藏起来 把猫怪又来了 把猫怪是什么 那是一只专门拔大脚羽毛的怪鸟 为了保护羽毛 大家都藏在草丛里 都 都不敢飞上天了 原来是这样 可他为什么要拔你们的毛呢 看 就是他 就是他拔走了我美丽的羽毛 好大一只啊 没想办法捉住他 把猫怪真是太坏了 一只鸟而已 强给我一个人就能抓住他 别别别 把猫怪可厉害了 厉害 我们更厉害 这里可是有两头熊呢 好了好了 收起你们的大肚男吧 我有个好办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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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望头强 开始吧 就知道没好事 啊 或强开的形象啊 拱 拱 拱拱拱 拱拱拱拱 拱 拱拱拱 拱 拱拱拱 拱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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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拱拱 拱 拱拱拱 拱拱拱 拱拱 拱拱 Это тоже 拱拱 拱 还是说他看得出这只是假的 这个怎么办呀 光头墙的表演太难看了 完全引不起拔毛怪的兴趣 看来还要给他请个鸟类老师啊 鸟类老师 这里不就有一个吗 不行不行 我的维羽都被拔毛怪拔了 太难看了 所以你更应该帮我们抓住把毛怪啊 光头墙快撑不住了 再不快点 把毛怪就要飞走了 这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都会隐睡着了吧 怎么就不飞过来看看呢 跟他学 看仔细了 走路还是没问题的 发毛怪呢 我的腰 强跟我一把年纪了 没这么灵活 你的维羽很漂亮 再坚持一下 终于过来了 星星和熊王上钩了 啥上钩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离我越来越远了 救命啊 快上 拔 拔毛怪 把维羽还给我 不然 我就告诉金雕国王 金雕国王 是谁啊 糟了 逃走了 大俊 你说的金雕国王是谁啊 听说是这片森林鸟儿们的国王 能为鸟儿们主持公道 我还没见过呢 我们还是先去追拔毛怪吧 他敢袭击强哥的屁股 我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强哥的厉害 可 可是拔毛怪飞走的方向 是充满了危险的灰色禁区 灰色禁区 灰色禁区 不怕 俺们四个下过矿洞 上过雪山 俺们可都是资深的探险家 你放心吧 嗯 我们必须弄清他拔毛的原因 阻止他继续伤害鸟儿 放心 我们会小心的 谢谢你大俊 好吧 等着俺们把你的羽毛带回来 再见大俊 再见 大家一定要小心哪 好嘞 放心吧